就是我 能不能不要生气吗 就是 现在他们俩吵架 你做何感受 肯定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吧 将来如果再次出现 他们之间这样的问题 而且是因为你 你怎么来摆平 我只爱他 他爱我 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妈妈不通义的话 我真的很辛苦 知道吗 因为我特别一直想和他聊天 想和他见面 就是慢慢聊天 不是吵架那种感觉 是因为你 我扶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马上就要被你拐跑了 这不是因为我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因为谁啊 就从你出现以后 他开始变得 那我问你 你一直说 跟我降嘴了 你一直说 你特别希望你的女儿开心对吧 你以后我们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你以后见他的时候 你有感觉他开心吗 他开心吗 你拿什么让他开心啊 我知道 妈你去给我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 我内心真的想的是什么吗 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你知道吗 你享受快乐的生活 开心健康吗 妈妈这不都是为你好吗 小时候 你跟我爸爸离婚 你为了不让我跟爸爸见面 我跟爸爸上个客户聊天 你都不让我聊 把我所有的心情都给删除了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 你非得说画画不算什么艺术 所以说按照你的意愿 唱歌跳舞才是艺术 可是你知道吗 唱歌跳舞 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考大学的时候 想考到南方去 想报考旅游专业 可是刚考志愿的时候 你就应深深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 改成护士专业 工作你给我安排了 我所有的路都是妈妈 你给我铺好的 妈妈就是希望你 你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想什么 可是我遇到宝宝 她让我知道我应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她有什么好的 你看不看她有什么好的 她真的挺好的 挺真诚的 然后对我特别好 特别爱我 妈妈从小一手把你拉扯大了 我不希望她再把你 我身边夺走了 我知道我理解你妈 但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 我需要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 尊重我的想法 感觉能当饭吃吗 感觉能当衣服穿吗 你喜欢她 好跟她走吧 走吧 你们俩先沉静一下啊 我们似乎看见了 如果这个家庭将来 如果能够走到一起 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来交一交宝宝 你其实很爱小孩是没错 可是因为你的存在 而使他们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破坏了 当你不能够把一个幸福带给他们 让全家一起幸福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一刻你应该退出 因为就这样的话 才代表你真正的爱她 只有你爱一个人 你才会希望那个人幸福下去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不应该跟她再起 你应该退出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因为阿姨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您一直怕女儿受伤 您给她设定她不想过的生活 是按照你一步一步的去给她设定的生活 让她去做 你有没有想过您的女儿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呢 直到她遇到了这个宝宝 她才真正的明白生活的意义 懂得了什么叫做爱 所以我觉得您应该试试放手 让他们真正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妈妈就是不希望她走弯路 给她把宝关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和真正的幸福 不是看她有多美 或者她有多少钱 其实是你因为这段爱情而快乐了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好多中国的男孩未必能做成宝宝这样 真的 可是我非常的不同意 婚姻只遵循快乐二次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女孩为什么会一下子扑向宝宝 就连自己母亲的眼泪都不再顾及了 是因为她原来一直在温室里 她从来不知道到丛林中谋生有多么的艰辛 你如果不能从他人经验中 汲取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形式准则 就只能与自己这样的头破血流 然后你再回头了 这个是妈妈不愿看到的 但我想她终将看到 其实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和宝宝在一起 并且让妈妈同意你的话 下次不要那样跟妈妈说话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一起来讨妈妈的欢心 或者是说做一些让妈妈开心的事 我觉得妈妈也不是那么的铁实心肠 肯定会同意你们的 其实上我已经开始理解 开始于老师和志玲姐所说的这种文化差异 但是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去调解的 当宝宝的出现的时候 母女间曾经的亲密无间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在于 你们两方宝宝和母亲 以及女儿和母亲之间沟通的方式问题 和沟通的技巧问题 这个才是你们在接下来 未来的生活当中需要去考虑 前家说到了问题的要寒 如果你们这三个人将来要走到一起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而不是天天吵着吵着就能吵在一起的 你说呢小寒 接下来是宝宝和小寒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两个都重要 不 只能选一个 你选谁 我觉得我妈会同意的 我知道了 明白了吧 明白了她的选择吗 所以说阿姨 我相信女儿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依然是你 但此时此刻在最需要的 你是宝宝 宝宝 当你的出现造成了母女之间的问题 那其实上呢 我觉得你要在两个方向去解决问题 首先 你要让赢得母亲对你的信任 第二个 你必须要拿数据说话 你对于 是你 任由 我们接触 对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